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北和谈进行得怎么样了 袁世凯想要在北京 重新组建一个临时政府 由他来全权复杂 说穿了呢 就是想撇开民国政府 大全都了 这一点我是不会退让 总统 必须用南京临时政府的选举斩生 否则无效 所以顿初当初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你想想 袁世凯一旦上台 民国的前途不知会走向他 可是他也很有可能利用北洋军 打着共和的旗帝搞阴谋 这几天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从袁世凯的表现来看 此人不无野心 但只要他能拥护共和 结束南北对立 我孙文愿意把总统的位子让给他 你先 你是个坦诚的人 甚至有点天真 比我还透明 但这坦诚和透明看要对谁 我知道 你这是务权大事 但如果你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我肯定不放心 所以总统的权力 必须加以制 顿初当初提出的责任内阁制 就是针对像袁世凯这样的人 但袁世凯的权力一旦受到限制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 尽快制定一部宪法 是啊 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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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宪法 我找共和 嗯 古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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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琪 这是共和国的国琪 共和国万岁 哇 这是什么 中华民国成立了 我的祖国以后再也没有皇帝了 飞出了皇帝 嗯 我们把他打倒了 以后再也不用对他磕头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 祝贺女 谢谢 祝贺女 谢谢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凯斯林校长 嗯 走了 我们也去 走了 哇 看看 这么多好吃的 革命胜利了 全家人能够聚在一起 过最开心的日子 嗯 至少啊 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嗯 自从你跟一些闹革命 家里的大衣柜就没关起了 是 为什么这么说啊 妈咪 问你爹爹 你妈咪也在衣柜里 放了两个大包袱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我们就可以拎着包袱 亡命天涯 天哪 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那个时候你们都还小 告诉你们这些干什么 最简单的日子 过去了 爹爹 嗯 现在清理训味了 你说 孙叔叔真的会履行承诺 把大总统的位置 让给袁世凯吗 只要袁世凯能够拥护共和的话 你孙叔叔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这说什么了 把大总统的宝座 这样让来让去的 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 你孙叔叔是为了大局着想 袁世凯手握重兵 如果不支持共和怎么办 非要以武力相逼 革命党的人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是 现在他支持共和 就是最好的结局 这要是拿起账来呀 还不是那要死多少人 眼下的关键不是谁来当总统 而是用法律和制度 去约束总统的权利 您是说临时约法吗 这样袁世凯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吗 至少他要思前想后 不能为所欲为 可惜啊 孙叔叔好不容易才当上大总统 没当几天就又要下台了 为了老百姓不再遭受战争的涂炭 这样做是值得的 等你孙叔叔卸任大总统职位的那一天 我们再请他来家里吃饭叙旧 孙叔叔真的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的 好了 我们做饭前祷告 给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他就是中国的省人大总统 好一个英俊的东方男子 怪不得你那么崇拜他 看起来他的确有魅力 他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了 你父亲也是一个革命者 嗯 当我父亲第一次见到孙先生的时候 就认定他一定是中国的林肯 本总统今日谢职日 并非功成神吞 而是将以中华民国国民的地位 与四万万同胞一起 为中华民国铸造起一个巩固的国家接触 以求世界之和平 我只愿 全国上下的百官同僚 能够攻中体国 切勿因个人思念 而防害了国家大军 愿害陆军将士 能够谨守秩序 切勿因共和 而违背了军人服从的天职 愿五大族人民 亲爱团结 日益巩固 奋发有为 宣扬国公 使我们历尽艰辛 而缔造的中华民国 与日月 共利于不半 宣扬国公司 看来还是做个平民百姓来得自在 如果我还当这个总统 哪有这样的闲想 话不能这么说 你可不是普通老百姓 你是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 前任 前任大总统 一线 怎么样 这次回上海 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做呀 刑办实业 上个月底 南京同盟会的会员为我建训 当时我就说过 卸职并不等于不做事情 而是有比政治更要紧的事情 等着我去做呀 那就是社会革命 眼下 民族民权两大主义具意实现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要大力地发展民生 兴办实业 让人民全属安乐 享受幸福 查理 这一次 你可不要再推辞了吧 你这个革命引君子 也该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吗 好 我义不容辞 太好了 这回我们兄弟两个人 终于可以携起手来 大干一场了 好 先生 苏先生 夫人 拿掉了 你好 先生 这是胡先生 刚刚送来的紧急信函 请您立刻处理一下 是汉民吗 是 好 我现在就处理 没有办法 每天都有大量的信件 等着我去处理 我恨不得找出三头六臂来 你每天都亲自回复这些信啊 是啊 一些不重要的 我就交给他们去处理了 重要的 还得我自己亲力亲为 每天光回信 就要花费我不少的时间 看来你真需要一个得力的秘书 对了 查理 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位精通英文的秘书 虽然我不做这个总统了 但是现在干的事情 反而比原来更多了 接下来我要办公司 要和外国人谈判 还要去各地考察民生 真是千头万绪啊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提得这么突然 我们一时间哪儿去 好好好 去 有了 有了 在我们眼前 就有一位理想的人选 谁啊 爹地 到底是谁啊 您就别卖官子了 快说嘛 就是你 我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了 你在美国留学了六年 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刻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荐 同不同意 你们自己决定 艾琳 你愿意做我的助手吗 真的可以吗 孙先生 我敢可以 艾琳一个女孩子家 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呢 妈咪 现在都民国了 全国上下都在提倡男女平等 我为什么最不能给孙先生当秘书啊 我保证不输给别人 我 好 快人快允 我喜欢你这个个性 嫂子 给我孙文做秘书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是怕她没有经验 方而给你添乱 经验 是可以慢慢积累的吗 艾琳 做秘书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有的时候还会狠心吧 你要做好准备啊 难道比我一个人去美国留学还辛苦 移民官我都没怕过 还怕当秘书 查理 你的女儿果然不同凡响啊 这个艾琳伶雅俐齿 我看比男子还厉害三分呢 孙叔叔啊 你有所不至 我们家呀 可是典型的女权主义 凡是女子优先 是不是啊 戴滴 说什么呢 是啊 查理先生 我能冒昧地问一句 您选择支持革命 也是信仰所使吗 你这问题很尖 其实您早就有答案了 不是吗 林雪小姐 你一定也知道林肯 林肯为了彻底实现 人人平等的理想 而发动了一场内战 你一定也知道林肯 难道林肯是个战争狂吗 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面对罪恶 却保持沉默 那和帮兄有什么区别 同意 革命不是为了复仇 是为了国家的心声 我们并不是想把满人赶下台 我们是要实现武租共和 要实现人人平等 您说得太好了 革命不是复仇 而是心声 这不是我个人的见解 而是全体革命党人的共识 查理 我计划在十年之内 修筑二十万公里铁路线 具体分为三大干线 你来看 南路 东起南海 西至天山以南 中路 东起秦皇岛 西至新疆伊犁 北路 从秦皇岛至乌两海 有如此三线 全国即可连成一体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如何 黎湘很宏伟 但钱从哪儿来 贷款 向国外的银行贷款 没法子 国家太穷了 我这时 你觉得我会有什么 神经病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去乎你不在乎你 我得乎你不在乎你 你自己拥有什么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和浩东 也是在这里 与你初谈革命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分工好了 我和浩东 负责冲锋陷阵 你在后方提供经济支援 浩东 已经走了十七个年头了 那天晚上的月色 跟现在一样 我们三个曾立下誓言 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往事历历在目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浩东一定也在主力 我们的理想 终于实现了 浩东帝全下有之 可以瞑目了 请不吝点 这是您要用英文资料 爱莲 你再看 这是我设计的体育图 生会之间的粗线 是替我干线 这些较细的线 是执行 剩下的是连运线 我要在十年之内 把这程度 变为现实 你想什么 明是要把铁路 建在世界无几之上吗 有什么不可以吗 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 那里人既寒致 气候极端恶劣 所以根本不可能修成铁路 当然可以 有人的地方就有路 有路就可以修铁路 可是这样毫无意义啊 您为什么要把钱和精力 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呢 你觉得 我修不成对吗 至少现在是这样 我一定可以修成 你等着讲 你这个小丫头 嘴不饶人吗 我是您的秘书 我有责任提醒您 给您 这是您要的资料 我都整理过了 一些重要的数据 我都给您标注出来了 你进步得非常快 你父亲举贤不必亲 他没有看错你 爱丽 你说你这个个性 到底像什么呢 当然像我爹地了 庆林的个性 恰好跟我相反 既温柔又安静 他最像妈咪了 爱丽 你要小心啊 你这么厉害 可是要嫁不出去啊 我还不想嫁呢 好 爹地 这个就是孙先生 在京章铁路拍的 旁边那位 就是鼎鼎大名的 詹天佑 我知道 这个吗 我认识他 他是第一批 富美幼童 是大义父的同学 这是谁啊 这位是卢夫人 卢夫人 这就是一仙的 结发夫人 看着很贤惠的样子 你们啊 可不知道 卢夫人 她缠了一双小脚 连大字都不识几个 爱丽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现在是孙先生的秘书 以后说话要有分寸 我知道了 爱丽 别议论人家的家事 爱丽 你刚刚和孙先生 北上考察回来 说说你对 袁世凯的看法 袁世凯呢 绝非反俗之辈 他对孙先生 礼遇有加 甚至可以说是 极力讨好 至少从表面上看 他对共和 是真心拥护的 孙先生呢 对袁世凯也很敬重 他还说 原总统大才 即盼其能为总统十年 必可练兵百万 在北京那几天 孙先生几乎天天 和袁世凯见面 有时候还彻夜长谈 我感觉 孙先生对袁世凯 是很信任的 不过 他手下那些人 就没那么客气了 说什么共和 是北洋的功劳 说孙先生 只会说大话 是孙大炮 孙先生根本没有 搭理他们 当时我就坐在 孙先生边上 真是把我气坏了 为了共和 你孙叔叔牺牲了很多 他是真心希望 能够帮袁世凯 建设好民国 真正的天下为公 可不是吗 你先和袁世凯见面 就意味着 针锋相对的 北洋军和革命党 能坐下来好好对话 这是咱们中国民主的 大踏步前进 也先 真是用心良苦 嗯 你以后 要多多向孙叔叔学习 嗯 我会的呆地 众议院五百九十六席 中国国民党获 两百六十九席 占百分之四十五 您好 请慢点说 孙先生 参议院二百七十四席 中国国民党占一百二十三席 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九 国民党以绝对的有势 获得了选举胜利 好的 我立刻通知孙先生 国民党大伙全胜 我们赢了 好 太好了 宋教人理事长的心血 总算没有白费 能有今天的结果啊 顿初功不可没呀 按照临时约法 国民党以多数党的席位 组织责任内阁 顿初极有可能 成为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呀 嗯 没想到这次国会选举如此顺利 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 还是 等我们从日本回来以后 再庆祝吧 那个时候 顿初这个内阁总理 也该食之名归了吧 对对对对对 等从日本考察回来之后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好好好 对了 孙先生 这是访日的日程安排 请您过目 好 这下 我们可以放心地 去日本考察了 我们知道 吗 你得来 我们知道 我们带来 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才起来 今后啊 我再也不用隐姓埋名了 对 其实日本政府啊 曾经两次被您下了逐克令 如今 又承邀您赴日本考察 这一前一后 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啊 是啊 刚才我碰到一个日本朋友 我问他你们日本政界 对孙先生访的什么态度是 但是日本政界非常欢迎你 你在日本流亡了那么多年 知晓鞭天下 大家肯定会以最高的礼遇 来欢迎你 参中两院的初选和后选 我当然都获得了鸭鸭 现在中国总之 同源与父 同意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 恭喜贺喜啊 来 请 走 到底吗 好吧 就送到这里了 我一生之理去宣传我 如果这次能由我组克 我并为国效力 一定为国家的 决定不拔之先锋 若讲如此 是乃国家之幸 人民之福啊 那我就预祝你顺利组合成功了 敦忠 此次悲伤 任中道远 各位放心吧 我一定不如实力 这之为 请 尤其咎 还隐 bothering 日中 魚 先诺 大夫 这 最后 以资 远 黑 丼 无 什么 备你 来 队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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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说 你说 你说 快 给阎世凯大总等发电报 快 我们记下了 记下了 记下了 我们的记下了 国际为谷 队畅 满腹不增 齐而撒手 私有余恨 扶齐大总等 开胜心 扶公道 农礼包装农权 不为国家 确定不怕是宪法 随死之日 永生之天 随死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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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你放心 以后我们再去 医生去 医生 求求你们 一定忘了救我 一定忘了救我 我们会进权力的 好 当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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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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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领事长 宋教人先生在霍北火车 被暗杀了 什么 消息可可 消息千真万全 宋理事长不是北上去 组织内阁了吗 谁说不是呢 这现在宋先生一死 谁来组织内阁 国会还不是一团乱 阴谋 好 大秘书 我正要去找你 孙先生说 下一站想去仙夜县 出事 宋理事长 让人给暗杀了 是吗 给伤害的同志发电报 帮党人合力查明此事 以谋招选 立刻叫发 是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怀疑 就是一场谋杀 谋杀 谋杀 或是谁啊 顿处死了 对谁最有利 您是说袁世凯吗 没有证据 我不敢断定 但是 我相信真相 一定会水落石处 这样的手段实在是太卑鄙了 他就不怕国人的唾骂 和权力比起来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义薛 还要继续考战吗 回国 好 义薛 董叔他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想到出国不到两月 竟遭此巨变 杀人凶手五十英 和幕后支持英归星 已经被抓捕归案 在英归星的家中 搜出大量的电文和信件 种种证据表明 国务总理赵炳军 难逃嫌疑 我们都知道 其实就是袁世凯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案件很快就会公开审理 如果真的是袁世凯干的 他将难逃罪责 先生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以武力桃源 逼迫其下台 换正寻民 你 先生 一路风尘 先休息一下吧 太太 大小姐回来 妈咪 你爹爹怎么没回来 他先把我送回来 因为不放心孙叔叔 他又回那里去了 走 确定袖手是谁了吗 是袁世凯 早就料到 孙先生还没到上海 黄叔叔就把在上海的革命党人 都召集在了一起 现在恐怕正在商量对策 孙先生的意思 是要起兵桃源 这是到了最糟糕的地步 为什么这么说 好不容易换来的和平局面 又打破了 你爹爹怎么说 爹爹什么都没说 但是看得出来 他十分犹虑 眼看得到不如民主了 没想到袁世凯是如此浪子野心 出了这样的事 你爹爹的孔安 却可想而知 十一之死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只有起兵犯元 国会即将召开 宋安 可较由法律解决 而不必素质于武力啊 袁世凯是大总统 总统只是暗杀 这是法律能解决的吗 如果总统惧怕法律 他还能干出这般 无耻下流的勾当吗 能让袁世凯惧怕的 只有武力 南方鼓励 不足以和北洋军对抗 如果一旦开战 地址大局迷烂了 宋安证据既已确凿 此时人心极昂 民气奋章 我们此时举兵反援 正可顺应民心哪 若兵可忧而起 天下人会骂我们 出而反而 违背了当时我们亲手 制定的临时约法 这样一来 民心尽失啊 我们嫌疑应该 用法律手段 谈贺总统 如果和平手段不能成功 再行举兵也不迟嘛 克强啊 克强 你真是一厢情愿哪 难道袁世凯会坐等我们去弹劾他吗 袁世手握大权 发号施令 潜兵调将行动极为自由 我们只有出其不移 攻其不备 你迅速来不及言而知识 先发之人 才有胜算可言哪 我不同意 你 好 你不同意是吧 那我自己来 计计 先生 你现在就给各省的都督发电报 就说我孙门 请他们速来山海 现在就发 你去 查理 你 他一定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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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能保持冷静 但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为以后的事情负责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否则 我们 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切 现在不能着急 我们得想想办法 一定能有办法的 我们眼下最要紧的 就是要把顿初遇害一案 大败于天下 要所有的国人 都清楚地知道 袁世凯的嘴脸 争取民心 你说得对 说得对呀 你一天一夜没有睡了 先休息吧 查理 敦出他 是为我而死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我蠢的 我怎么就没有看出了 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呢 我 我永远无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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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样说 现在形势每天都在变 谁也无法预料 今天出现的这个局面 只要给我两个十的军队 我现在就去背上草原 我要换天下人一个公道 可怜得出他 可怜顿初诞 知死还寄希望与袁世凯 凯成熙不公道 公道已死 民主已死 我要发动第二次革命 讨伐猿贼 敦出的血不能白流 原贼不淘 我孙恩是不为人 玉仙 我支持你 我一定支持你 查人 谢谢你 谢谢你 明主不会死 公道自在任心